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忘了自己是矿了 你每次下去你就使劲干 我跟你说 你出了事 可没人管你 什么意思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小梅 别太晚了啊 谢谢 爸 注意安全 妈 你别唠叨了 怎么唠叨了你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你说说 妈 我的事不用你管 赵文 你跟妈说清楚 你不去杭州上补习班 是不是因为放不下孙小梅啊 不是 那为什么 妈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这个笨蛋儿子 根本就不是考大学的料 况且我现在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你干嘛非逼我考大学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呀 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妈 我已经想好了 这辈子我就在这过了 我才不去你那个什么杭州呢 是吧 奶奶 是 再说了 杭州是你的老家 又不是我老家 俗话说得好 这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既然嫁给了我爸 你就应该把东港当成你的家乡 别整天做你的西湖梦 你这孩子 奶奶 我开门去了 爸 你可算回来了 我妈天你跟我唠叨个不停 你知道吧 这下好了 咱俩可以换个包 你肯定是让你妈生气了吧 你妈 我老婆 是天底下最不唠叨的女人 对吧 妈 干嘛一进门夺嘴啊 是不是在外头有什么事了 不自信了吧 你也有不自信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这一完了事恨不得掌四个转往家跑 回来看美女呢 我能干什么呀 就知道姐好听的说 谁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了 行了 行了 你说你们俩 不见面吧 就念叨 见了面呢 有斗嘴 好像这斗嘴呀 能当饭吃 妈批评的对 我们俩这不是斗嘴 我们俩是活动活动嘴 等吃妈做的饭 你十佳矿长还知道肚子饿呀 想吃什么 我帮你做去 好啊 行了 我做去吧 你不是爱吃那 刀削面 行 您帮我做去吧 我就等吃刀削面 刀削面 妈就这招 就刀削面做的好 站住 往哪儿溜你过来 事情还没说完呢 坐 妈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赵管长 你看看你这儿子 为了孙家那丫头 都不想考大学了他 要在矿上当一辈子矿工 你今天啊 好好尽敌你父亲的责任 是吧 赵文 为了孙小梅不参加高考了 不是 为什么说不是啊 你跟孙小梅的事谁不知道啊 光明正大的事情 有什么不能说的 向你妈学习 当年你妈就是为了留住你爸 这么优秀的男人 紧紧抓住了爸的手 连杭州那么美的地方都不回了 留在了矿山 扎根矿山 有什么不好的 瞎说什么呢 怎么了 谁抓谁的手不放啊 当然是 男人抓女人的手了 那男人抓男人的手 那不是出问题了 妈 看电视去吧 电视完了 那你去家去 我不想睡 我想跟你聊会儿 我这敢作业呢 小梅啊 跟妈说 你和赵文的事 你到底咋打算的吗 我跟赵文什么事情也没有 现在能有什么打算 不好意思呢 跟妈说实话 你和赵文 真的没啥事 妈 你要再问这些话 我真的不理你了 好好好 我女儿是正经孩子 妈不问这些敏感的事 小梅啊 人得活到老学到老 虽然你爸 我是有中专的文明 但是 由于工作学校通过自己的努力 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在学校里 还认识了你美丽的母亲 听见了吗 这就是上学的好处 你爸要不去北京上学 那你的妈呀 最多也就孙婶那档次的 小天虎 你折扯什么人呢 除了咱家的事 你折扯那孙嫂 甚至干什么去 我觉得孙嫂挺好 是吧 大方 监惠 顾佳 对 老老婆啊 追她找孙嫂那样 你孙嫂 被你说得那么完美 那你当年 为什么不追她 干嘛追我 你这不抬杠的吗 还有女朋友呢 按说呢 赵文那孩子倒是还错 他爸呢 和你爸有师兄弟 可是他妈的人 讨厌的 都快当婆婆的人呢 整天擦脂抹粉的 哎呀 整天扛不上这个 扛不上那个 爸 你咱们能不能 不在背后 说人家坏话 秦阿姨是爱打扮 爱讲究 可她也不是什么毛病啊 哟 这还不是毛病啊 秦 你跟她干个事 她做什么事啊 昨天啊 听几个老街坊讲 赵文她妈说 死活都不能让赵文 再走她这个老路了 还说 一定要赵文 到杭州去上大学呢 说是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你听听 你听听 她妈这是 压根瞧不上在这地方吗 她妈呀 压根就不想让你和赵文好 妈 我和赵文的事情啊 你就别瞎操心了 你操心也没有用啊 你睡不睡 你不睡我睡了 这孩子 等会儿 你别走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挺烂的 爸 你还要说什么呢 你练心点 我跟你说啊 上不上大学不重要 关键是人要有上进心 是吧 干一行得爱一行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壮业 不管你干什么 只要你认真就一定能干好 当爸的照样为你教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明白了 真明白了 真明白了 那就太好了 今天谈话 暂时告一段落 歇儿酒 多谢老爸这点 儿子去也 有你这么教育儿子的吗 什么叫上不上大学不重要 这水平还当矿长呢 我这水平怎么了 就我这水平 照样是全省的优秀企业家 全国的十家矿长 我还告诉你 用不了多少日子 我还得当 我反正有得当 我早瞧明白了 就算你当上局长 市长省长 只会更忙更累 更不着家以外 这个家啊 根本得不到你任何好处 你等着瞧好了 我早瞧明白了 行了 行了 别装了 知道你没睡着 太能装了 别装了 这事 你别装了 别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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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跟你说点正事 不听啊 懂 说点正经事都不听 孙老师 好了 别弄了 快去玩去吧 去吧 哎 我说你这帮学长 还挺像的你啊 那当然了 说吧 今天怎么跑来了 哎 我今天休息 想你了呗 昨天回家你妈 有没有再逼你复读啊 我妈要是不逼我复读啊 那就不是我妈了 哎 不过我爸特别支持我 昨天啊 我跟我爸和起伙来 把我妈彻底打败了 真的假的 来 上车 来 上车 来 上车 来的景象 这样 我马上通知 就回办公室 不要 任何人不许通知 上个地方都是 好 走 再一遍 不许给任何人打招呼 啊 去安监处 负责警下 况领导呢 负责指挥 不管是任何人 出了任何问题 不允许进入三案 不要追查责任 啊 听明白没有 行动 怎么样 我没迟到 你们俩跟我到警户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师傅 你去干什么呀 展示你什么也别管 就看 发现问题给我记下 哦 徐社长 通知调动事 马上开始 是 快 快 我知道了 快撤啊 快 明明 快 走啊 都别慌了 把子彪器打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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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他们回去 别跟着啊 回去啊 回去 去吧 斯敬哪 斯敬人哪 斯敬 快找斯敬啊 前来转 别着急 不要折你啊 有我呢 有我呢 快着急啊 上下车 老曹你行吗 什么叫行吗 快上这儿 哎呀行了 你让我当回英雄吧 我是个老司机 好好好 外面 老 老曹你真行啊 不行就别冒险了 哎呀 听大嘴 什么叫不行啊 男人不能说不行 是吧 不行了 不行挺这得行 行了别贫了 快走吧 我行 你这些车不行了 你看 连玩意都没有 怎么了 没油了 你车没油了 这个司机怎么不加点油 行吗 行 行 我跟你说啊 这要出这么大事 你一定要处分那司机 行吗 好 行 行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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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凌鲁主上 我也不太清楚 董寨厂呢 他在景象呢 郭Stone 樊磊 纪固队怎么埋不到啊 不知道啊 应该早到了 uneasy 休ocal 畂 刘总公督 刘总生病住院了 有人请办法 你要你要 快 我们回这儿 不知道是不是 才到 我过来 过来 快点 都快点 高焱 快 快 快点 别忘了 盘初 让我去证据 你问什么 你不在呼吸机呢 我救人都没有 救什么人 你不在呼吸机怎么救人 我 我 你别乱动我救人 你下领救人在呼吸机是规定 你知不知道 没有 我去证据你 叫什么人救人 你松开 你怎么救人 你松开 你松开 小白 不在呼吸机下领 不离救人是去证死的 你知不知道 我找死 我愿意 你管我找 再说一句 再说我赠业 你咋呀 东岳 这东岗不是西岗 叫我回医工门去 你都敢 小白 小白 站住 小白 你给我听着 违反安全规定 这个人都可以管你 我敢这样下去 你也连进去开窗 我是救护作员 我必须下去救人 你敢 不在这儿 现在你们几个分头去做检查 看看 究竟会出现什么地方 一定要认真 不要马虎 快去吧 天虹 你们怎么才的 你怎么在这儿 天虹 按照旷里的规定 事故发生时 旷里的救护车 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现场 你们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 怎么回事 这是你的地盘吗 这是东岗的事故现场 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支出画脚的 你不用管这是哪儿的地盘 你们迟到这么长时间 就是严重的失职 行行行 直接现在是现场的副总指挥 他有权处理这个事情 你老公够牛的 别去 孙伯总 里边人可见没咱们出几个 有几个工作门我们还没查到 你们先上去吧 我去看看 还有人吗 还有人没有 一张一张 一张一 小白 你爸怎么着 我爸怎么着 我真要保佑 我孙叔真醜了 没事的 孙叔不会有错 孙叔 你先放了 你先放下 别上去吧 女儿 我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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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吗 谁呀 李琪 何勇 何勇 里面还有人吗 孙会长 没人了 孙会长 孙会长 你那怎么样 还好 没事 孙会长 今天一点遇上没有 怎么就能报警了呢 行了 不管这么多了 你们赶紧走吧 小一点啊 孙会长 你注意安全 当心点啊 孙会长 孙会长 现在警戒已经没有人了 您赶快上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救护队了 大姐我劳你们了 到时候 怎么办 不能 你带我去 别急 快点 不要急 你出来 快点快走 快点 快点 行 男女 那大 出去 低出去 低出去 是啊 啊 李初心 出警十一人 一共有四个人没有使用自救器 陆建权 下警过人学没学过 安全生产条例 学过 学过了为什么不执行 而且就在你身边 报告初心 是这么回事 他有些那个自救器 现在已经老化了 戴上以后很难呼吸 并且这两条安全指标很稳定 今天就没带 老化了为什么报修 咱们这两条任务紧 所以没来得及 按照规定 警下发生瓦斯事故时 下警人员必须使用随身携带的自救器 有些自救器确实是不太好使 一带的人就堵得着憋气 都恶心吐 是 按规定该怎么办 没有使用自救器的人 全部下岗 办许一办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本归正办 江红 你别紧张 就这事故啊 我看有点意思 来 有好心看吗 卢曹 别的时候 你开什么玩笑都行 今儿你要瞎闹 别怪我给你翻脸啊 走着瞧啊 让一下 这 fertilizer 不 来 来 人家 让一下 让开 快 快快快 来这 répondre 来这 快快快 来来 bail 哥 走 师傅 师傅 你怎么在这呢 师傅 东城 师傅 师傅您还 又出事故了 没什么伤我 我去查 别急 回去 洗个澡 咱们再开会说 好 你走吧 干什么 先别管 先回去休息 先洗澡去 去 去 去吧 快点 好 师傅 通知调度室 演习接收 是 帮我拿着呢 来 都别走啊 回来 回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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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发问的 快点 快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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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本人呢 要给大伙讲两句话啊 老少爷们们 弟兄们 还有父女同志们啊 咱们中间不少人都看见了 咱们矿务局最大的官 毕局长毕书记来了 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 咱们不是干部啊 我就是说咱们夸 六个多月没发公司了 大伙都要饿死了 我们干的活最脏 干的活最累 却没人管咱们 咱们乘这个机会 要问问他 毕大局长 还管不管咱们 什么时候给咱们发公司 大伙说对不对 有句话说得好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索 他要不解决问题 咱就不让他走 因为今天的煤矿工人 已经不可做了 给我下来 下来 什么下来啊 下来 大家都安静点 大家都安静点 都安静点 今天的事故 不是真事故 这是局里 特意安排的一场 安全演习 演习 师傅 今天这场事故 是演习 是 是演习 真的是演习啊 啊 这事故不是真的 师哥 你别激动你先坐下 胡闹 你们这是不负责任的胡闹 师傅 不 毕书记 毕局长 你搞这种演习 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呢 啊 我问你 我还是不是东港矿的矿港 你应该知道 啊 你搞这种突然袭击 突然演习 万一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的话 造成井霞的尸骨 这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正诚 别急 我告诉你 为了这次演习 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筹划 没有绝对把握 我们不会实施 我承认 这几年我没有把东港矿搞好 我承认我这个人无能 我是个庸才 我是个笨蛋 但是毕局长 你心里有数啊 东港矿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你心里很明白 谁能干好 谁啊 我一年前就给你递交我自己的书 是吧 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来替换我呀 你一直做我的工作 你动员我 让我坚持坚持再坚持 我坚持了呀 我坚持到现在又怎么样呢 你还没有吃到我呀 你们就瞒着我搞演习 师父 你这是为什么呢 董正 这次演习 是想瞒着你 不为别人 就是想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看看你们矿 在安全生产上存不存在问题 存不存在隐患 而且这个事情 我不是针对你 别的矿我们也要搞 今后要形成一个制度 行了 毕局长 我的师父 你这个徒弟不傻 一点都不傻 别说话 赵志剑你不是带来了吗 我明白 没关系 就宣布吧 宣布吧 好吧 既然你都明白了 那我就宣布了 经厉害 党政领导联系会议研究决定 免去孙中成同志 东港矿 矿长一职 任命 赵志坚同志 为东港矿 党委书记 兼矿长 任命 孙中成同志 为东港矿 副矿长 谢谢 我 谢谢 毕书记 刘建峰带着人在外边闹事了 弟兄们 弟兄们 听见没有 他真耍啊咱们的 咱们饭都直不上来搞什么演习啊 干什么 下来 下来干什么 你等会上干什么的 下来请我吃饭啊 我下来你帮我咋的 我下来了 帮我咋的 孙中诚你还是人吗 大伙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还搞狗屁演习 还为了去讨好领导 你还是人吗你啊 你回去抱孩子得了你 刘建峰 你听着 发不出工资 不是孙中诚一个人的事情 今天的演习也不是他决定的 他的去和留也不是你说了算 所以你现在最后闭嘴 你招之间算哪个标的和尚啊 你还管到我们这儿来啊 你啊 他现在管得着 他现在是东港矿的矿长 好 刘建 你说几句 同志们 今天的演习上级领导 没有和一些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同志通信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能理解 首先 这样做 不是要为难任何人 也不是要使一些同志难堪 大家都知道 安全 是我们煤炭产业的生命 我们的矿山安全随时随地 都在经受的考验 所以 像今天这样的演习 我们必须 也应该 有能力 适应这样的突然袭击 哎呀 袭击 什么袭击啊 你这纯粹是打击 是落井下石 还演习 演习再好都怎么的 能把钱我们的钱给补上啊 你要能给补上 你天天演习都行 我们都高兴 对不对 你演一个 来演一个 东港矿是有很多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 上级才做出了 调整东港矿 领导班子的决定 这样做 就是为了东港矿的发展 为了处理好 过去遗留的问题 和解决 我们眼前存在的问题 赵世间啊 你能不能不打关键啊 你以为这是你的西港矿啊 这是东港矿 你凭什么说 你说话我们得听你的 凭什么 余峰 你给我闭嘴 我站在这里面对的不是你一个人 你要再敢插话 我对你不客气 东港矿的矿长不好的 孙中腾同志 为东港矿的生存 清雇了全面西线 有点良心的人都会看到 他是一个好干的 但是 东港矿的发展 生存 只靠一个矿长 能行吗 西港是不错 但是 这不是我今天接任东港矿矿长的理由 东港矿的职工人数是西港矿的四倍 还有 外面欠着东港矿的煤款 有几亿元至今追不回来 矿上还在拖欠着大家的工资 就是今天拿到的工资也是全局最低的 还有 东港矿 住在澎湖区里的职工人数 却是全局最高的 我知道我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我的困难也是大家的困难 这不是我今天的就职演讲 我会在做过调研之后 在近期内 向全矿的职工干部详细阐明我的实证方针 其实也会很简单 那就是在其位 谋其政 用我的全部能力 为东港服务 小梅 回去吧 下午不是还要上班吗 行 那我走了 小梅 你没生气吧 我真不知道我爸他今天会这么做 你千万不要在那儿胡思乱想 赵树门来当矿长 那是好事儿 我爸呀 也不用那么烦恼了 你可以放松放松了 可是我怕你妈心里那个坎过不去啊 你放心 我妈她本来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这样 下班你来接我 去我们家 跟我妈说几句好听就没事了 真的呀 嗯 那行 那我先走了 放心我接你了 好 你 没有 做得可以 发挤的 说了 东岗邝能不能脱贫致富 能不能起死回生 就看你们的本事吧 哎呀 你这不是干牙子上架吗 董传 你过来 董传 你心里边受多大的委屈 你师父知道 你恨我 骂我 我认了你 但是为了东岗邝能够打个翻身仗 我必须这么做 让你当他的副手 我是经过考虑 他有他的长处 你也有你的长处 他他前面冲 你在后边给他送送带药 小姐 只要你们两个合作 协作 东岗邝的翻身仗 就能够打 就能够打 明白吧 行了 我走了 该怎么干 你们商品 走了 来 来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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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叫我师哥 从现在开始 你是东港矿的矿长 我是你的副手 你叫我孙副矿长就可以了 好好 孙副矿长 我先跟你商量一下 这次演戏当中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还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决定 对二号警进行停产整顿 这样才能够确保下一位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现在是矿长 你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你跟我商量什么呢 我执行就是了 对了 我现在就去把矿长办公室 给你腾出来 你到时候来拿钥匙就是了 曹叔 曹叔 你干嘛呀 出院了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我们这是温柔乡 要长期组战吗 这赵世间当矿长啊 我不能老在这儿抛平价 否则回头真改并脆了 怎么说你还怕赵矿长呢 我知道为什么 你是怕赵矿长知道你在医院里面 黏糊人家老婆 这话开的 我跟你说啊 这玩笑在这开醒啊 出了这门不许胡说八道啊 有个条件 你找见 以后工会发什么东西啊什么的 你得给我双范 给你俩子八道 你出了吗 谁哥 赵矿长 这矿长办公室我给你腾出来呢 要是在这儿 你这是干什么呀 师哥啊 我知道咱俩之间肯定有误会 你听我解释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我还不至于 不懂得普通组织安排吧 我只是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组织上安排我协助你工作 的确是免为其难了 你跟我还是不是兄弟了 有病可以看病 有什么话你全说出来 我们两个之间不应该闹情绪吧 什么 我闹情绪 笑话 这不刚一宣布你当矿长 我就马上给你腾办公室 我都这样配合你了 你指责我闹情绪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 给你召开全矿的大会来欢迎你啊 你说的好好好 我错了 我误会了 你没闹情绪 我闹情绪了 行吧 你也别这么说 东港矿这么多年没搞好 我是无能 不过要是早换上你就好了 你看你看 你这是没有情绪的话吗 无论是你的工作能力 还是你的为人 局里领导是认可的 大家对你也没有意见 至于这次的人事调整 是局里做出的决定 请你留任当副矿长帮助我 这是我提出的条件 你是我师兄 咱师父也赞成 你对矿里的情况比我清楚 你要是不帮我 我都不接这个矿长 况且 日后咱就是儿女亲家 不能让别人看咱笑话吧 你别提儿女的事 这个啊 是我私人的东西 我先把它送回去 你还有什么工作的话 明天上班你再安排我 好 你来上任哪 我真的很高兴 如果没有你来替换我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可能按时下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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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